你們這兩隻啦,或者是你們就會打這兩隻啦 認真看好,我等下看下你們會發揮出什麼 好玩的打法 喔,這邊又是一個,又是一個全角取消VS 他等下應該會取消VS66摔啊,相信我 其實這個打法蠻,蠻,蠻新穎的啊 我還沒有想過用VS 去做這個東西,我覺得偶爾做個突擊,一場配個一次,差不多 缺帆 哇呀C,一個親手而已 完蛋啦,又是一個 自殺半月刀就剛好KANWU被拿到 其實這個半月刀就是我剛說的這個距離玩家,他蠻愛用的,這個其實用了會被缺啊 喔,這邊選擇親手直接摔一個推康 剛有很多次是命中的狀態下不暴斃,就被多少擋出了才暴斃 其實這個 怎麼講,要 這個KANWU沒有好好把握啊 剛有很多 那個誰,Chan 沒有做好 暴斃的 確認 CC到 關角落,Julie有力喔 不是Julie有力,卡琳有力喔 Julie應該會想罵出來,會不會VS出來呢?會不會VS出來呢? 六六直接出來啦 我抖這邊KANWU直接速電 不知道 Chan有沒有發現KANWU的卡琳都是配速電比較多 哇,又是一個六六被嚇中角啊 完蛋啦,特效自殺是六六啊 有時候當你不知道SHA幹嘛的時候就六六過去啊,然後就被打 喔,抖 喔,又是一個全角取笑VS 喔,大家一個跳路那麼甜沒有對空 結果這個對空被出角落 自殺是前跳 沒有,又被跳走啦 喔,抖這邊漂亮一個親攻擊打康 喔,有有有這個中攻擊打康之後接衝權這個確認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確認的 喔,抖,現在 Julie該歸囉,沒有錯 下動腳,中斷 哇,這邊一個六六有夠衰,被打到 哎呀,剛剛其實那個距離 卡琳應該做一個reset比較好 就是天虎角落,天虎,確煩 嗚呼 Yeah,nice 剛剛其實那個距離KANWU應該做 角落天虎reset會比較好 結果他選擇做紅蓮拳,然後紅蓮拳還是打到一段 有夠衰小的 剛剛紅蓮拳出太早了 呀,剛剛那是一段 驚險啊 剛剛一個 昇龍 昇龍落地,沒有被吸吸,結果還是被 哇,漂亮的重拳對空 我其實對Julie的重拳對空還沒有什麼概念 這點其實他做得比我好 我剛剛跟他打的時候,我發現他其實重拳對空做得比我好 因為我平常都用昇龍啊 我用昇龍走路的 啊,太早暴逼了我覺得 嗯 我躲這邊中角立揮,沒有錯,歸死他 啊,這邊震的沒有亂動,結果第二下動啦 會不會凹呢 哇,剛剛這個 啊 卡琳的無盡角也是-5吧 也是-5啊 剛剛其實完全可以用戰情手去卻啊 戰情手或戰情腳啊 然後剛一點到就直接暴逼啦 我躲66,漂亮的青絕對空 噢嗚嗚嗚,吃了 啊不耐 他剛剛其實輕攻擊摸到 其實他也沒辦法確認有沒有摸到啦 我剛剛想說還有風水應該可以取消東西 哈哈 結果場中1S天狐沒有做連斷就還是被打倒 完蛋了,這一個勇敢條路 想要搶斧被弄了,暈了看起來是傷 沒有錯不要神器 天狐reset嗎? 這個時候其實不用花氣啦,有花氣跟沒有花氣一樣 這時候其實不用花氣真的 剛剛那種狀況下做reset是最保險的 最理想的啦 因為反正都打不到多條血 而且對方其實都是摸一下 就是再怎麼打都是摸一下就死的狀況 做一個reset打到就有了 中角,喔! 漂亮一個對空,結果沒有66出去 好,這個會不會出去? 前跳,對也沒有錯 出去 好,Judy的優勢來囉 Can we也會前跳,結果他是原地跳 我搞不懂現在年輕人 抖這邊打了半條血 去 勝龍,喔!抖清拳對空 有機會喔,Judy 放槍啦 我抖這邊一個正面,結果他數點點到 結果他沒有出236H 幹呀 裸出一個236HK 被點掉 當時有很多機會是可以出236HK的 結果他一直放槍 媽媽媽 媽媽媽媽媽媽 有打嗎?有啊,我下一場 我就是下一場的啦 我就是下一場的啦 下個月來買SF5來練練OK啊 沒問題啊 祝你好好練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找RB打 打一下你就會覺得這個遊戲不行啦 喔!抖這邊一個中拳打康,下中拳漂亮 缺盤! 嗚呼!沒有 我這邊一個鐵三靠 不要再集氣啦 不要再原地跳啦 喔!抖再想辦法集個氣 再集個氣 再集個氣 他一直原地跳想要抓那個叫什麼啊 抓鐵三靠 喔!抖中拳打康 喔!又是一個摔連摔三次 我摔第44 是我就摔第44啦 結果是一個換邊套路啊 欸!朱莉輕攻擊點到之後66 絕對99%都是換邊啊 因為他66超低身啊 欸!結果他沒有一個套路 這邊奧一個起身漂亮 喔!這是SAT嗎? 欸! XRANAGATA 他剛剛中角CC之後一個下中角在跳路 感覺有點像是SAT 我不是很確定 缺盤!漂亮 喔!這邊開始 歸囉!中角去做 去做牽制 其實Judy的戰鬥角蠻強的 我覺得算蠻強的 第一個是他有兩段 第二個是他抬起來的時候 下半身很容易差贏 就是用下中角失入的一些對手 呀!這個 我覺得有點太早出啦 其實差不了多少血 而且也沒辦法持續壓 我覺得這個真的太早出了 喔!比個空對空 哇!有爆炎啦! 怕怕怕怕怕怕 STERIA 喔!這個Judyはまあまあ 逃げる OK!次は俺啦!